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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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想要放到第一个桶子 那我们今天想要让我们排列 我们希望把这个桶子里面 第一个放进去的石头 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 然后第二个放进去的石头放在第一个位置 就照进去像排下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会凑巧的发现 我们的数量 刚好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位置 对着眼睛 这个脸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就是我们可以写 我们今天 把地 这个桶子的 地 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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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可能就是我们的石头边 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带第一个IJ进去看 所以我们带第一个进去 应该是 会变成 如果我们把它变住在 因为它变成这样子 那 我们想一下 我们这个桶子里面有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放进去 一个新东西 那它要放在哪边 是不是就是边套里 的位置 对不对 你这样可以一件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可以一件 OK 好 所以 我今天 可以 所以你们会发现 我们要放进去的位置 跟我的元素数量是一样的 那 那 你如果 那我们进去看 想到我已经把你放进去了 所以我这边 所以我这边 所以我的数量就是一 所以我们要看 如果我们下一次 再放进去的话 我们要放的位置 是不是一 那这个一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数量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写 所以我们用 我们放的位置 就用我们的数量 来 来取代 就是我们把数量放在这个位置 代表我们要放 放在这个正面中的很多人 就是一路 这样可以 看得比较 看得比较清紧 好 就是 就是这样写法 可能以后啊 你慢慢熟悉 因为 我自己写过最多就是 方括号 你没有方括号 你还有方括号 就是很多方括号 叠在一起 就是你要了解 这个 就是你这样的时候 它的用力 它的用力是什么 OK 好 然后回到原来的今天 那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开一个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开一个N乘 跟大小证 对吗 那我刚刚说原来的题目 我是 需要一个 一万乘一万 所以你是不是就开了一个 10的4四方 乘以 10的4四方 乘以 10的8 乘以 10的8 这么大的一个证据 再大致理 可是很不幸的 根据研究 大部分的非力气 只让你看到四千万而已 这个乘起来 只能到大概四千万 所以说你根本 跟你拍一个 一粒大小的证据 可是 你会发现说 我的 对于每一个元素 我所有元素加起来 不是九一万个 所以这个证据 是不是有很多 例目是空白的 根本就没有东西 或者说 它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 那 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呢 那 我们就回到我们 刚刚不是有加一个 Vector 它可以自动长大 所以说 其实我们可以 那 我们就可以 改进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使用 Vector 我来做的 好 我做呢 我们可以拍一个叫做 那个 储存整数的 整理 的Vector 那 我们这样叫V 好了 那 对 对于每一个元素 我都需要 给它一个 Vector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 看成一个阵列 对 那我就 宣告了一个 一万大小的Vector 正面 OK 那 那 我们今天想要在 第 下一个桶子 塞入item 怎么写呢 你就只要 那你就写成 我的 第 下一个桶子 的最后面 塞进去 来 这样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 都比较清楚一点 这样 这个鞋法大家有没有看的 还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 就是觉得 这哪里贵快 嗯 呃 这样子 看得懂啊 那工 他们工具 就是 这样可以解释 那 我们假装 大家都 应该是看得懂 这样子 那 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 那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 知道 Vector 你用到了 那才去增加一些 才去增加空间 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 呃 我们可以期望 这个Vector 它 增加空间 应该是不会太多的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可以用Vector 去节省掉 我们那些 用不到的空间 ok 因为 你想想看 我们十的八次方 里面只有用到 十的四次方的元素 那是不是 代表说 这个正面 有 一万分之 9999 都是 没有用的 对吗 但是 如果我们今天使用Vector 的话 它是用 它是用多少 就开多少的基底 在那边 嗯 嗯 虽然讲这个 讲的很精确 我们可以讲的 我们还不是这样子 那 是不是 我塞了 我对于这 五万个Vector 我全部共塞了 五万个元素 那它就用不到 一万大小的空间 那是不是 就是 它有开到的空间 我们都用到了 而且没有浪费多余的空间 对吧 对吧 这个一件 这个一件 好 那 我们先了解 Vector的 运作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 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Vector的 每一个操作 所需要的复杂度 就是 因为 我们 你现在有交过时间复杂度 一个第一天 OK 好 那 我们要了解就是 我们今天学 所有资料结果的 每一个函数 都有对应到 一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 你今天复杂这个函数 会浪费多少的时间 对吧 好 那 我们 C++的 标准是 除了Stream之外的 都是要求效率 所以说 基本上 你在域行 你使用它 你还是蛮快的 那 我们刚刚讲的 pushback 什么之类的 全部都是 都是长度时间 那 我今天要求 一个阵列的 大小 你论上 这个也先 退筹 那 如果 我今天想要 删除里面 所有的元素 那 它是线性的 这个N值呢 是 这个正面里面 有多少元素 这样 这样可以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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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我们先跳下一个 这个太困了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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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白管就好 比较轻 好 我们来 这个 这个要 偏能一点 我们来讲 正常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是step 那step 是什么呢 大概就想 一个step 大概就想 一个桶子 那 那这个桶子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 对这个桶子里面去丢一些东西引擎 比如我可以丢 丢一些资料 那 我们拿资料前 因为我们这个桶子下面是封起来的嘛 所以我们只能从上面拿资料 所以 我们只能从最上面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我们只能从这样把资料给拿出来 那 我们称这种资料结构是一个step 一个堆叠 这样 就是我们对一个step的定义 那 那 那 对于这种资料结构 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数理 就是 它叫 其实这个好像只有在 这好像只有在一些比资条的出片 那我们称这种 呃 这种 只能从上面 放资料进去 从上面拿资料的 我们叫做 我称它是一个叫做 first and left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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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看到它就只有在南区上的比资出现过而已 那我就大概提一下 那 这个 我觉得这个字还很明显了吧 就是 第一个放进去的东西 必须最后再拿出来 为什么 真的很简单 因为你上面 因为你第一个放进去的东西 你必须把上面的东西 全部搬走才拿出去 所以它叫做 first and left 叫做 FIL 它可能会在你南区下的比资 莫名其妙出现 好 大概讲一下这种东西 那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那 那其实它用的蛮多的 那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在C++裡面 用这个东西 那 它 它怎么做 那我们用那个正列来做它 那 方法其实跟这个 一模一样 那 那 一个stack 它支援下面的操作 第一个是 一个stack 它可以支援 把东西放进去 三 它可以支援push 把一个x放进去 第二个 它可以让你知道 最上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它用的函数叫top 这个top可以回传 最上面是什么东西 好 好 再来我们先把最上面的东西拿掉 所以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hop 好 那 再来 我们可能会需要知道 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元素的size 那 那 我们也可能会需要知道 它是不是空的 原本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有几个元素 或者是 它是不是完全空的 那 那 那 C++的stack 就支援这五种操作 那 它怎么用呢 就 跟我刚刚的back tool 是一模一样 就是 你需要include的标头档叫做stack 那 你比如说 你墙里面放置 要是一盒的话 你就宣告到 对 然后 ok 对吧 那这样就宣告一个stack 在这边 这样可以证 好 那 有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 等下我们才来看你的情况 那 我现在讲一下 每一个操作 会浪费多少时间 那 那 非常高兴的 我们的 因為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吗 我刚刚 还记得 我刚刚是怎么 对于一个正面的尾巴 加领图 我们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是不是 还有个nube 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刚刚 如果我们想要再一个 我们对于一个正面 我们加 如果它只有零个元素 它只有零个元素 零个元素 我们今天想要 把它加一个元素进去 那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 b nube n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元素 然后我们再把nube n加加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 在 所有元素后面 加上 对这个正面加上 可以这样一些 是吧 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 OK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就比如说 那这样子 我这个正面 也可以一直把我的v 一直放进去 那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 插入元素 其实就只是 把变数 附计进去 加加而已 所以它只用到 一个常数 O1 那 拿出最上面的东西 那 最上面的东西 就是 b nuf -1 这个位置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说 它其实也用了 长度时间 那 相处一个元素 O1 也是O1 那 球Size 也是 因为我可以用到 变数 但是 我现在把它点开来看一样 嗯 这起来好像有中文的啊 哦 把它弄成中文的好了 大家应该会比较喜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好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它 呃 就是有一台火车 那它 它有N个车厢 编号 就是12345 那 它 它 它有一个Y字型的铁轨 那 你以前可以把 一些火车的几个车厢 推进那个 铁轨上的车架 它就从车站 推到 那个 那个 铁轨另外一边 是B方向的一边 然后 问题是问说 我 今天 想要在 B方向的 这个 火车的排列 就是我今天 12345 能不能透过我今天把 车厢塞进 车站 就拿出来 变成54321 看一下题目 那 看完题目后 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哦 大 杀 。 yourselv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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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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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有没有特别的想法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那我先来讲一下 这个纸幕大致上的方向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能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左边的车厢放进去 这个车站里面 第二个 我们可以把车站里面的车子拿出来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今天从这个车站把车子拿出来之后 就再也不能复原了 对不对 所以某种形式 所以说 我们来看我们要的第一个车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 我们一开始是第二三四五六七 我想要变成四五三七六二一 那是不是代表我第一个要拿出来的车子 必须一定是四号 对吗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四号 那是不是 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们必须把左边的这个东西一直往里面放 放到有四号的位置 对吗 所以我们 我们就把我们的车子一个一个慢慢塞进去 所以我们一开始拿的是一号 然后再拿的是二号 三号 四号 好 那我们 我们终于有四号之后 我们才把一个四把它 拿出来 那我们就有四了 对不对 那有四之后 我们最想拿的是什么 我们最想拿的是五号车 那五号车 可以从哪里拿 那第一个我们就可以从 这个车站里面的最后 最 我们车站里面的这个车 三号车去拿 可是三号车 不是我们要的五号车 所以我们 唯一的方法 我们只能从 还没拿这些车箱 替的一个 加进去车站 去找五号车 吗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 第一个加进去 就是 那五号车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拿掉 然后把它换过 我们就要五号了 然后再来我们要拿的是三号 那 三号刚好是这个车站的 最后一台车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车站的三把 移过 然后再来我们要拿的是七号车 可是二号车不是七号车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把它搬过来 所以我们搬的第一台是六号 六号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继续搬 再下一台是七号 那七号刚好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可以把七搬过来 然后 再下一台 刚好六号二号 我们一个个搬过来 刚好我们就完成 所以它就可以了 那 其实我这样做 已经讲完整体整体 就是 你要去模拟 就是你要那个 去找出 这个 开罗的元素 要怎么去把它换过来 那 当你发现 你今天车站里面的 都没车了 而且 而且 你这边不管怎么搬 而且这边不管怎么搬过 都搬不到 你有那个号码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这个方法是不可行 就是 你如果跟爸 从 我已经 我从 从车站的最后 我都随便拿出来了 这个 不可行 那我们来看一个 不可行的意思 五四一二 好 那我再示范一个 不可行的 我还要做 我再来看一个 然后再来看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好 所以我們要 因為他常常要是五號車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把這邊的車子都駕過來 所以我們車站裡面 我一二三四 然後五號車我們轉 所以我們就把五號車翻過來 然後我們再來把四號車翻過來 然後再來我們要拿一號車 那你就會發現我們的藥車被三二卡住了 所以藥車是拿不出來的 那我們就發現這個藥車拿不出來 那這個是五檢 那這就是這一大致上的折法 那有沒有選擇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對這些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好 沒有 那我們 就是大家回去的話可以去寫寫看JET 那至於說要怎麼去很快的把這個元素加進去 丟出來的部分寫完呢 那你可以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Stack來做 因為你會發現我們的Stack 剛好這個拿進去又丟出來 跟這個一模一樣 OK 那大致上就這樣子 那我們再講之後的東西 好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Q Q是個主列 那主列是什麼 他有點像一群人在排隊 他兩邊都是開著 那一個Q 那一個Q 我們支援從一端塞資料進去 你會從其中一邊把資料丟進去 然後你支援從另外一邊把資料給拿出來 那一樣的C++ 因為他要提供Q這個東西 那你就會一樣就是很酷的那個Q 那 我們把從前面把資料拿進去 就是 Push 我們可以把資料塞進去 那我們也可以看前面的資料為什麼 那 因為他在前面 所以他命名長壞 然後他一樣可以把最隨便的內容給他刪掉 然後他同樣的 他可以尋求 他是文化幾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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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沒有 是文化幾個元素 他自己沒有 因為他也可以說 warp 如果你可以傳出來 那麼 就像他一個類型地 正列來實做Q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元素是慢慢往前 就是你的元素一開始是這樣子 你怎麼擺這樣子 然後你刪掉它 然後又加進去 刪掉它又加進去裡面 元素會一直往前一直怎麼過去 所以說通常我們實做Q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把這邊的開頭再把它接回來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環狀 這樣子我們有塞到鏡頭了 然後塞下一個到完全開始 那就大概提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用正列來寫 來持續去按個降一下 Q的用戶其實也蠻多的 我來給你小明星實驗 其實Q好像就是在BFs 對 OK 那我們剛剛講了有Date有Q這兩個資料結構之後 那我們會覺得很麻煩 一個只能從前面加東西 前面拿出來 一個從前面加後面拿 能不能什麼都加什麼都拿 所以其實有一個叫做DoubleSQ 那這個東西就比較強大 那DoubleSQ呢就是我今天可以從 除了從前面 從前面 從後面有東西加進去 從前面拿出來之外 我也可以從這邊把東西拿出去 從裡面加進去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Q的頭尾 所以我記得加資料拿資料 OK 那它紀元哪些操作呢 我們看一下 好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有 因為我們現在兩邊都跟你講 兩邊都可以殺 所以我們需要給它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定義 左邊是前半或是後半 那我們撐在那邊前 這邊是後半 這邊是後半 那這邊是Punk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在我們的後面 把資料放進去 那它叫做Pushback 那我們如果想要把最後面的資料給刪掉 那它叫做Pushback 那如果我們就一樣要在那個 我們前面把資料 插進去 叫做Pushback 那拿出來就叫做Pushback OK 那它一樣的它可以支援在Scan 這樣子的操作 那它也支援在Cleaner 把所有元素給刪掉 OK 我先說 這些東西是 這些東西是要靠你的記憶出來的 不是 不是說 講一講就可以的東西 因為 這種東西全部都叫做工具 這種東西 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演算法什麼的 你可以理解 它就是工具 它們是不是長得很有 OK 好 好 那 我們來講一下 那 我們來講一下 中括號 來春趣裡面的元素 什麼意思啊 就是 我們來 我答應看看 這是什麼 它非常誇張的 它可以 你可以直接用個中括號 來春趣裡面的 第二個元素 那 這個第二個元素 應該顯然的看出來 它應該是 2 2 好像它是3 對 它這個編號2 的元素 是3 你可以用中括號 來春趣裡面的元素 這是 deck裡面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 不論你頭為怎麼3 它怎麼變化 它就可以找到那樣的地方 那 它怎麼實作 其實 這太複雜 我們不要講 OK 那就是簡單的 向大家介紹一下 deck這個東西 好 基本上就是 反正如果你們聽不懂 就是要我們概念 就是 C++存在這種東西 當你們以後 要用到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去查 OK 好 那我們先講得比較好 我們先當休息一下 那我們先講得比較好 OK 我們先講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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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考得比我們